美國交通部1月21日表示 它將暫停四間中國航空公司 從美國飛往中國的44個航班 以回應中共政府 以疫情為由接電取消一些美國航空公司的 富華航班事宜 20日中共民航局再發容段指令 指1月12日 美國達美航空公司抵特律至上海的DL283航班上的 8名乘客檢測呈陽性 誰對其實施熔斷措施 從2月7日將繼續暫停該航班運行兩班 此外中方還取消了1月下旬 同2月上旬 美國航空公司從達拉斯飛上海的6個航班 1月下旬 美聯航從三藩市飛往上海的6個航班 另外達美航空飛往上海的航班也被取消 這些中方的單一熔斷措施 令到2022年被取消的美中航班達到70個 兩國在航空旅行問題上的爭執越發激烈 拜登政府週五宣布的最新行動是 從1月30日開始停飛廈廈門航空原定的 從洛杉磯至廈門的航班 此外美國還削減廈門航空公司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 和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一些航班 美國交通部說中方暫停一些航班 不離於公眾利益 需要採取合適的補救措施 聲明還強調 北京針對被點名的美國航空公司的單邊行動 不符合中美雙方協議 同時美國政府也留下了緩和的途徑 交通部說 如果中方修改政策 對美國航空公司的業務作出必要的改善 他們也完全準備再次重新審視這個行動 不過美方也警告說 如果中方取消更多航班 我們保留採取額外行動的權利